你知道修屋顶的工人按照正常的labor 你知道他一个小时多少钱吗 让很多马农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一个小时有的是80有的是100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第一他站的高这是一层的房子 如果是两层的房子他会更高 然后一个高空作业 第二个就是他夏天非常非常热 你想换一个屋顶从早上他们很多6点钟开始干活 一直到干了晚上8点钟才能把整个屋顶换完 这还是人比较少人多可能会快一点 有些可能要坐两天还要看下不下雨 所以屋顶的屋顶工人工资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是这个是用榔头在做 很多都是用电的 然后他那个梯子也可以用电的 他们把屋顶新的屋顶待会就通过那个梯子 电动就传到传到那个屋顶上面了 然后他们家这还没有换gutter 有一些冰雹砸了还可以把gutter也换掉 都是免费的